同志们是经过千辛万苦 付出很多牺牲 才把这批武器保住的 你们务必安全地 把武器送到晚南 董部长 您放心吧 那你们现在就出发吧 好 来 坐 这次赢救你啊 方元的功劳最大 我听说了 方元同志非常勇敢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非常感谢 跟你的工作比起来 我做的不算什么 只是你已经被他们抓过一次了 再留在苏州会很危险的 我现在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等我完成任务之后 我就会离开 再说了 我们不就是跟危险打交道的吗 你现在不也跟我一样吗 遇到你们以后 我才真正明白 什么是为了国家 将自己的生死 我听说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非常高兴 欢迎你 谢谢 我现在马上就要离开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武夕方面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看来这个方元还算靠得住 靠得住 这不到一个月 就把我的女儿弄得神魂颠倒的 这种人能靠得住 我总觉得这小子 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可是大小姐 对方元这么迷恋 想分开也不容易啊 以方元这种风流倜傥的人 就不会跟其他女人有什么关系 对了 她店里就有一个 特别漂亮的珠宝设计师 跟方元都住在盛禧的后院 盯着她 二位慢走 董部长一出来 那批武器 就会安全地送出苏州了 我们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你立下了大功 老董被救出来 我也轻松了不少 因为这件事情 我跟儒哥闹了那么多误会 我想马上去跟他解释清楚 说真的 你现在还不能去找陈医生 为什么 我知道有纪律 所以才跟你们商量 今天我在珠宝店门口的时候 发现有人监视我们 这说明傅川江和日本人 对你还是有疑心的 如果他们知道你和陈医生 是恋人关系的话 那么你接近傅家的目的 就会跟董部长被救联系起来 余霞说得没错 老董在苏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还需要我们掩护 那意思就是说 我和儒哥 要一直这么误会下去 也 只能先委屈你了 让我想想 你说这方圆到底怎么回事 她到底是不是为了革命 怎么成天满脑子都是女人 你别这么说 我是想帮你 你把组织上安排你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就是在帮我 她毕竟是新同志 接受组织的纪律 肯定是要有过程和时间的 她心里的痛苦 你我都明白 可是谁又不是为了革命 为了组织任务 压抑自己的感情呢 我不是这样吗 雨霞难道你不是这样吗 你别再说了 你只要记住 你每一次帮助少东家的时候 就是在帮助我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雨霞被人跟踪了 对 珠宝殿门口多了水果贩子 看模样 就是在搞跟踪 这肯定是傅川江安排的 一旦雨霞被怀疑 你们三个都有危险 方元也会被暴露 你和雨霞还是避一避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和雨霞到晚南去 那儿正好需要你们 行 我完全服从组织安排 你看看我设计的 这几款手势怎么样 手怎么那么糟 擦擦 我现在帮替你 雨霞 你回来了 你的衣服 我已经都给你整理好了 饭菜也都给你做好了 有你最爱吃的享游膳壁罗虾仁 松鼠桂鱼 还有 出了什么事情 我和胡安 马上就要去晚南了 徐大夫会派老鹏来接替我们 怎么会这么突然 这是上级的安排 这一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你 我会等你回来 一切都和一切一样 我也希望那一天能早点到来 我走了以后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有任何事情拿不定主意 都可以和徐大夫上安 千万别冲动 走的时候告诉我 我送你 沙冬家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老鹏 以后 就由他来代替我们的工作 沙冬家 久闻大明啊 营救董一鸣可是立了大功了 今后就由我来帮你跟组织上联络 你就叫我老鹏吧 幸会 那我跟胡安就先启程了 胡安 好好照顾虞侠 放心吧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咱们走吧 保重 虞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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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你们到底要在这儿等多久啊 租车的时间可快到了 我付你钱就行了 好的 路上小心啊 知道了 走了 二小姐 那可是副市长的女儿 咱们惹不起啊 你上次碰见的 也是她 这么说 这么长时间 你们邵东家不去找我姐 都陪她了 二小姐 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邵东家不是这样的人 那有什么误会 大白天搂搂抱抱 同进同出 对我姐还有点尊重吗 这个方圆 怎么为了潘高峰 什么事都做呀 不行 我得去找我姐 你说什么 二小姐真的是这么说的 而且 已经很长时间了 你先下去吧 闺女 这方圆这么靠不住 你还偏偏喜欢她 现在怎么样 我一会儿就过去找她 闺女 人家已经变心了 你去找她有什么用啊 妈 方圆不是那样的人 她要是心里没我 就不会在我爸死以后 感到统领 还教训了古东 别提这件事了 如果不是方圆 金语堂 你爹还不会死呢 方圆肯定有 说不出口的难处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 你和如玉 每一个让我省心的 行了妈 别说了 我现在就过去找她问清楚 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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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妈 姑妈 如今这世道 有枪才能活得好 大表姐要是嫁给立文阁的话 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 自作自受 闭嘴 整天阴阳怪气地说风凉话 我在你们陈家寄人篱下整整六年 我早受够你们这些窝囊气了 没良心的东西 我们陈家哪点亏待你了 你要是不愿意待在这里 给我滚 就这个破家 你不叫我走 我也会走 你 你 方圆哥 快点 走了 上车 方圆 别 陈医生 你怎么来了 方圆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单独聊一下 陈医生 我跟方圆哥已经约好了 你就不能换个时间吗 你不是说给我一个解释吗 我不想再等了 我现在就想听你给我解释 陈医生 我已经说了 我跟方圆哥已经约好了 小姐 我们该走了 如果他们知道你和陈医生是恋人关系的话 那么你接近傅家的目的 就会跟董部长被救联系起来 老董在苏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还需要我们掩护 陈医生 不好意思 今天真的没空 改天吧 你怎么打人呐 你怎么打人呐 方圆哥 姐 方圆你太过分了 姐 二小姐 二小姐 走吧 方圆实在太过分了 这种朝三暮四的男人 不值得你为他难过 就是 还不知道我们少东家原来是这样的人 我早就这样 我早就离开他了 先出去 让我姐安静一会儿 你们以后谁也必须在我面前替方圆 姐 这种人 你趁早还是把他忘了吧 他当着你的面 都能跟傅芳飞在一起 还不值得你为他伤心 若可 我多想见你 但见到你 却又什么都不能说 我又何尝不想给你一个解释 举座 婉儿被陈家给赶出来了 没地儿去了 我只好把他送到您府上 你们两个都是陈家的叛逆 在一块挺合适的 送我这儿来干嘛呀 举座 婉儿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我哪儿配得上 再说了 他每次见到您 都文哥哥 文哥哥的 叫得甚是有情啊 卑职 怎能多人之美呀 举座 卑职 卑职还要去寻夜查稿 就 先走一步了 文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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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个寻常人 是 今来 苏州附近的 反日武庄欲发长绝 是 是 金玉堂将旧部组织起来 再与我们皇军对抗 我们必须趁起雨衣未封 尽全力 予以剿灭 是 据情报显示 金玉堂的主力 先盘踞在西山岛 好 先兵队和警察局 必须马上出击 一定要活捉金玉堂 是 是 会不会情报有误啊 怎么走了大半天也不见人影 情报是不会有问题的 就趁来 你 中共 把那个武器放在那里 有没有 但是 我们 不见了 你 不能 你 不见了 别急 对 我 不见了 你 不见了 你 来 呜 呜 呜 宋敬 我中白服了 全体出击 打 咱们撤吧 明天怎么再来 撤退 冲救 撤 弟兄们 冲啊 弟兄们 快 把日之装备都给我卸了 是 为何能不能转眼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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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 是 该死队全军覆没 上风非常恼火 已经下了命令 先我们三天内必须解决掉锦鱼汤 三天内 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队伍可不是散兵游泳 军令如深 容不得逃将还将 是 我们会不惜一切拼死一战 强攻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何况金玉汤已经离开了 西山岛去向不明 那您的意思是 别想香儿才能吊上大鱼 命令苏州的军警一起出动 全力追击进军主力 务必搞得声势好大 造成城内空虚的假象 不要让金玉汤自己送上门来 快 快 赶紧死 上当了 弟兄们快撤 弟兄 好 快 赶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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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校不必紧张 我一向敬重少校 只要你率部归顺皇军 我不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而且还保证你的荣华富贵锦绣前程 爷爷活着不是为了降服 就是为了赶你们这帮没人性的屠夫 少校 我真是佩服你的血腥 只可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不投降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 北野 你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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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我该是敬虾 我该没有 我已经在那边 我说你他现在在那边 我说你这个败父 那是 最厉害的 老师姐 你快藏起来吧 若芸 你赶紧躲到柜子里边 快快快 助理们我来对付 郝芸来 赶紧躲起来 快 快快快 来 快进去 儒哥 你怎么跑严师傅这儿来了 我去哪儿要你们管吗 北野让我带你回姑苏医院 姑苏医院不是归日本人管了吗 你告诉北野 我辞职了 北野说了 今天日落之前你要是不回去 他就让松井到桶里 请你妈妈到咸饼队一趟 助理文 你想干什么 不是我想干 我劝你还是回去 免得伯母受牵连 走 啊 来了 慢点 没事吧 于莱 北野把我姐叫过去 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的 我们要相信大小姐 老师 我把儒哥带来了 儒哥 分开这么久 我们终于见面了 你始终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不过 和老师再次相见 已经不是师生的身份了 没关系 师生之意 可以重新修复 我现在已经是个苏州人了 难道老师 就是想用这种胁迫的方式 来修复师生之意吗 李文君 我说过 对儒哥 一定要以礼相待 是 学生办事不重 请坐吧 这个 古苏医院我刚刚视察过了 很多设备都太陈旧了 中国有句话叫做 欲善其事必利其器 没有好的设备 所以儒哥 东渡日本 学到的医术 不是都排不上用场了吗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就不会有那么多伤员 更不会报废那么多医疗设备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过了 医院的所有设备 都换成国际最先进的 我已经让院长列了个单子 发到日本 这批设备很快就会晕到 老师对儒哥如此厚爱 学生着实感动 那我就谢谢北约老师了 这不再是我对儒哥的厚爱 也是我对苏州市民的厚爱 所以 现在我有一事相求 需要儒哥你出手相助 你让我做什么 救死扶伤 你的天职 我是绝不会再救杀人凶手 是这样 这一次 我让你救的是一名中国军人 而且 这个人也许你很想见见他 这是怎么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没有投降 是受伤被扶的 他伤得这么重 为什么不马上给他做手术 他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也许只有你亲自动手才能救活他 请你们马上离开 我要准备手术 我很高兴能有你这样的好学生 玉萍 请你伤口 马上手术 来 老师 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 去救靖语堂呢 为什么不务呢 他一直在跟黄金作战 他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你们了解此人的经历吗 学生大概知道一些 从一二八到福建事变 此人是强硬的抗日分子 根本就不会投降 我认为应该马上出展 起到震慑作用 你先坐下 李文君 王军要占领中国 不是敌对者越多越好 能将禁语堂这样死硬的军人 转化为我们的朋友 才真正符合帝国的长暖利益 老师申莫原令 学生佩服 你者上 grounded 诶 не 你 不是 门 人 你这几天都没回家 你在哪儿 大小姐 少校 你终于醒了 大小姐 我是一个军人 我应该 战死沙场 少校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都知道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是医生 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可是你把我救回了 只能让我继续受辱 少校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你一定要配合我的治疗 但你康复了 我一定着急会把你救走 相信我 我 什么 你要把尽少校救出去 能不能小声一点啊 如可姐 你可得想清楚 北夜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再说了 他们把少校看得那么严 你怎么救啊 金少校是个英雄 我不能眼看着他死在鬼子手里 就算搭上我的性命也值得 但是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肯定做不了 还得需要你帮忙 行 我是你的护士长 我替你安排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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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秘密想瞒着我 只是北野老师这样出现 有点突然 我是来感谢你挽救了一个 难得的人才 我非常有信心 说服晋少孝 一定要让他为帝国效力 就晋少孝 是我做医生的职责 你的医术比你的外表还要出色 我为你自豪 陈萌老师夸奖 不过病人刚刚度过危险期 能否完全康复还得进一步观察 现在我要去给他换药 你是主治医生 在这里你有权决定 卢哥 北野老师特别器重你 你一定得好好配合他 北野老师 我可以走了吗 嗯 老师 卢哥还是这个脾气 千万不要低估 我这个学生的能力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让他活下去 就请你们马上离开 MG三次机关前 他们哪来个这么好的装备啊 马上把左边这三个犯人提过来 能全力调查 这批武器装备的去向 只听司机称他们为老徐和老董 老董终往安安 全城都在筛查一个信许的 今后这个点儿 你们也不后来啊 我会把我的新的领 方式及时通知 明渊的前后 都只有永特务见识 但电台可能带不出去 宪兵队确实放走了一批人 有一位叫赵芝修的犯人 这富家的方妃小姐佛色天象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从宪兵队里 绑出来的那一位 他是方元的表哥 这车不是你爸的 是高德乔送的 我们俩换换 我来看 开车给你们放饭天下 小姐 别着 电源听说着 黑色别克 你让老董带上电台躲进去 马上通知各个关卡 见到我的那辆别克车 一样要延长 把后备箱打开